这不是小赛罗吗 怎么晕倒在这里了 小赛罗你怎么样了 你不能一直躺在这里啊 一会儿再被坏人趁机抓走了 算了 我还是赶紧走吧 一会有人看见了 在误会是我伤害了小赛罗 可是如果我不帮他 他会很危险的 算了 我还是帮他联系赛罗 过来救救他吧 大家可要给我三朵鲜花 证明一下我的清白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赛罗也联系不上 看来这个忙我也是帮不上了 正当小赛罗对贝利亚感到失望的时候 贝利亚居然开着一辆马车返回来了 原来贝利亚虽然很怕别人误会 是他伤害了小赛罗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回来帮助小赛罗了 大家给善良的贝利亚 一些小红星支持吧 小赛罗你做好了 我这就带你去找迪迦奥特曼 让他帮忙救救你 迪迦奥特曼在家吗 能帮忙救救小赛罗吗 这不是贝利亚的声音吗 这家伙又打什么坏主意 我得赶紧去看看 贝利亚你这是从哪弄来的假小赛罗 是不是又想利用他让我给你红色能量 迪迦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在路边看到小赛罗晕倒了 又联系不上赛罗 就赶紧过来找你帮忙了 你这些小儿科的把戏还是算了吧 谁会相信你说的话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影响我休息了 我就知道迪迦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还是带你去找泽塔奥特曼吧 奇怪 那不是贝利亚吗 他来我家弹麻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泽塔兄弟 小赛罗受伤了 你能用你的奥特勋章帮他恢复吗 贝利亚不是我说你 你一天天能不能做点好事 不要再打奥特勋章的主意了好吗 赶紧走吧 别影响我游泳 小赛罗你看到没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 而是他们都不相信我呀 我还是把你送回家吧 我还是陪着你一起等赛罗回来吧 万一有坏人路过 再把你抓走了 只能好人做到底了 贝利亚我回来了 听说你带着受伤的小赛罗 找了很多奥特曼帮忙 你可算回来了 他们都不相信我 你自己的孩子 你肯定能认得出来 赶紧带他去疗伤吧 谢谢你了贝利亚 我刚打完怪兽 能量不多了 只能找诺亚帮忙了 哎不是 你把我的马车开走干嘛呀 你不能飞过去吗 把我的马车还我呀 慢点开 别给我的马车弄坏了 看来还得在这继续等赛罗 把我的马车还回来了 做个好人 真是太难了呀